来自屏东五名登山客 原本预地18号中午要返回 不过家属却没有等到人 手机也无法拨通 因此赶快到屏东的民族派出所报案 而台东关山分局接获转报之后 也派员组成搜救小组 19号前往了海端乡的陆路温泉山区来搜救 所见四个小时之后就找到这失联的五个人 搜救人员持续搜索 就是要找出失联的五名登山客 来自屏东的五名登山客 原本预定18号五间返回 但是家属却没有等到人 手机也无法拨通 于是到屏东民族派出所报案 而台东关山警分局接获转报后 立即派员组成搜救小组 并在19号前往海端乡 陆路温泉山区搜救 所信搜救人员在产业倒入空地上 发现诚信被携巡人所有的自小客车 确定一行人都还在山区 便持续向山区迈进 而在领导约五公里处 遇到正要下山返回的五人 根据了解一行人原本要18号中午要下山 但因为怕温泉以及排风景忘记时间 到下午三点返城时因为天黑路况不清楚 所以延后一天 而该区域没有任何讯号可以对外联络 家属才会担心报案 也要提醒民众若是要登山前 要确定装备是否齐全 若是遇到危急状况 且深属通讯未典时 收集可以直播紧急救难号码112进行救援 接判罪海端相报导